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仍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 童女可以解释成处女 或是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 童女怀孕生子表明 因为耶稣既是人又是神 就显出神住在人中间 以马内利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林道亮牧师在他所著作的小书 《教会增长秘诀》中 提到教会增长的秘诀就是要神同在 而神同在的条件有五个 就是要分别为圣 遵守主道 同心合意的祷告 彼此相爱 以及遵行大使命 其实除了教会之外 我们个人和家庭 若要有神的同在 也都要注意这五个条件